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拉拢了一切该拉拢的对象之后 王莽开始对王太后实行谄媚攻心的策略 王莽见年豫古稀的王太后身居简出 就极为周到地安排她四十车架寻寿四郊 存见孤寡真妇 并且煞费苦心地为她筹划游玩地点 从此 王正军是春夏秋冬常常在外观光旅游 另外 王莽还特别注意用一些虚名来取悦王正军 比如奉劝她不要总穿粗布衣服 更不要常俭御膳 为了宗庙设计应尊帝王之常服 赴太官之伐善 显得特别关心她的饮食齐居 引得王太后一个劲地对这个侄子赞叹不已 见过孝顺的 没见过这么孝顺的 正是通过对王太后的蒙蔽与奉承 王莽攫取了越来越大的权力 一年之后 也就是原始五年 王正军赐王莽九息 这是给予诸侯大臣无比荣宠的赏赐 这个时候的王莽 那已经是位及人臣 那么 王莽会满足这样的地位吗 答案是否定的呀 话说王莽依靠作秀 让自己的权力达到顶峰的同时 还干了几件有诗民心的事情 他为了加强西部大开发 先是将罪犯迁决到那居住 让他们开荒 自食其力 人手不够 就派边疆的百姓 每天派往西部大开发的民众 有数万人之多 百姓渐渐地有了怨言 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他作秀过头了 王莽意识到 民心向背问题的严重 如果自己想要长期地拥有天下 民心问题必须得解决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为此 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前太仆 王韵等八人之父 贾姐 分行天下 揽官风俗 汉宣帝和汉成帝史 也经常弄揽官风俗 但是他们官俗的目的 无非是为了了解民情 民意 民生 这三民问题 查立志得失 举茂才异能之势 为了更好的治理国家 而王莽官俗的目的 明显与众不同 官俗是假 宣传王莽的德行才是真 以王韵为首的官俗团 为此在祖国山河之间 悠哉悠哉打着公费旅游的幌子 大吃大喝了一通 一年之后 八人官俗团满面春风地 回到了长安 向朝廷复命 用六个字来概括 造歌谣 宋功德 王莽就乐了 随后给官俗八人直接封了喉 接下来就轮到七小虎的表演时间了 太保 王顺等人 联合上书 强烈要求应该像当年 周王朝封赏周公那样 重新封赏安汉公王莽 随后德化了的平民百姓 也纷纷上书 众口一词 请王太后重新封赏安汉公王莽 王太后哪见过这样的态势 只好入乡随俗 就在她要行礼的时候 却遭到了两个人的反对 这两位敢于摸老虎屁股的人 分别是广平国相班智和狼牙太守孙宏 班智是汉成帝当年最爱之一的 班智宇的弟弟 早年与王莽同为黄门郎 对王莽这个人的德才了如指掌 因此此时站出来唱反对意见 那也算是冲官一怒 而孙宏作为地方官 非但没有像其他官员一样送声 居然把他所在的地方发生的自然灾害 进行了如实汇报 眼看着有人竟敢对主子大不敬 七小虎中的大司空真风 立马就还以颜色 对两个人进行弹劾 孙宏捏造不详 班智隐瞒祥瑞 以不道之罪 一律当斩 王莽假意向王太后进行汇报 然后准备对孙宏和班智 进行杀鸡儆猴的表演 可哪知道 王太后这次没像往常一样 直接批同意两个字 而是说了一番话 孙宏交给你全权处理 班智交给我来处理 王莽知道 王太后有意庇护 班智这个名门之后 也不好围了太后的意思 只好把孙宏给砍了头了 这件事之后 朝中一些正义之事 已经隐隐察觉 往往有篡夺皇位之心了 不少有识之事 迫不及待地挂冠归田 以避其祸 冯蒙是北海郡都长县人 属于贫苦大众出身 出道的摩世和刘邦很相像 先是在县里谋了个亭长的职务 整天的忙着搞治安 有一天 县位下乡的时候 路过冯蒙的亭所 他就跪地相迎 结果县位连句客套话都没有就走了 这让冯蒙感到很没面子 一怒之下 主动辞职 就开始了求学生涯 书山有路 秦为敬 雪海乌鸦 苦作舟 冯蒙通过多年的进修 很快就赢得了才子的称号 后来就到朝中为官了 他本希望能得到贵人相助 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 然而 吕宽事件的发生 打碎了他的梦想 王莽专政 这天下还有他施展才华的空间吗 于是 他决定归隐山林 走之前 他对朋友说了这么一句话 与其行尸走肉的留下 还不如潇潇洒洒地离开 然后他还干了一件小的 不能再小 微不足道的事情 摘下自己的帽子 挂在东都门的城楼之上 然后飘然而去 这就是挂官归田的由来 这该得到的 王莽都已经得到了 该打压的都已经打压了 也许是闲着没事 也许是突然心血来吵 王莽突然就想起来 已经死去多年的 丁富两位昭仪了 当年正是拜他们二人所赐 他才光荣地下岗回家了 如果不是汉埃帝的命太短 他再就业的机会 那微乎其微啊 也正是因为这样 王莽对丁富二后 是恨之入骨 尽管他一回到朝中 就把丁家 富家两家的势力 来了个一窝端 可事隔多年了 依然对丁富二位皇后 耿耿于怀 正因为这样 挖掘丁富二后的坟墓 就成了王莽的梦想 事实证明 王莽是个有梦想的实干家 他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王太后听说 王九对他说了 你这样做不太好 人都死了 还要这么做 会造成不良影响的 应该说呀 王太后是以商讨的口气 对王莽说话的 可这次王莽回答的 特别坚决 丁富两位太后 棺材里分别留着 太皇太后和帝太后的洗手 如果不拿出来废掉 那就不代表他们 早已经成了废后啊 王太后没辙了 只好叮嘱他 一定要保留 丁富两后的全尸 点到为止 据记载呢 挖富太后坟墓的时候 突然土石崩塌 压死了民工有几百人 而挖丁太后坟墓的时候 突然间就喷出了 四五丈高的那伙 同样烧死烧伤了几百人 造成了凉起活生生的 盗墓邪迹 话说挖了丁富二后的坟墓 王莽终于卸了私奋 可是啊 这个世上的事 要是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汉平帝虽然只有十四岁 但是对王莽这种禽兽行为 还是感到震惊 再加上王莽又诛杀了 他舅舅家的人 剩下的光杆司令魏太后 还跟他两地相隔 当真是摇摇一水溅 默默不得雨 这样一来 汉平帝渐渐地对王莽 充满了仇恨和敌视 一看见王莽 他就像老鼠尖了猫似的 唯恐避之而不及 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 长大以后我就杀了你 汉平帝的反常 王莽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多次旁敲侧击地 想问汉平帝 你也不小了 以后少玩这种游戏啊 但汉平帝总是对他避而不见 好在呢 汉平帝身边的侍卫 多半是他的亲信和耳目 因此 当汉平帝嘴里长大后 我就杀了你的这句话 传到王莽耳朵里的时候 他第一反应是震惊 接下来是惊恐 再接下来就是愤怒 这天下现在是我说了算呢 我想杀谁就杀谁啊 想灭谁就灭谁 没人敢对我说半个不字 你汉平帝居然口口声声地说 长大以后就杀了我 你也不撒泡尿招着自己 看一下你自己什么德项 整个就一乳秀未干的小毛孩子 如果当年不是我把你捧上这个位子 只怕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捡狗屎吃呢 我能把你扶上皇帝的宝座 同样我也能把你踢进地狱 想到这儿 王莽的眼睛里边是充满了杀鸡 先下手围墙一直都是他的办事风格 消灭一切不安因素 才能确保长治久安 原始五年十二月初霸 这是一年一度的腊八截 王莽向汉平帝进献了交酒 一世来年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汉平帝本来对王莽 要来个习惯性的避而不见 但这次没法躲 王莽以节日为理由 定要他当场品酒 汉平帝没办法了 只好接过酒来一饮而尽 王莽的情意到了 汉平帝的礼貌也给了 事情按理说呀 到这儿算告一段落了 可是这天晚上呢 汉平帝突然抱着肚子说 肚子疼 御医们就有活干了 他们在望闻问切之后 给出的答案是 无花霸门 无奇不有 有人说这是得兰胃炎了 得赶紧手术 有人说这是肠胃炎 得止疼 有人说呢 汉平帝得的是别的病 事实上 汉平帝那年轻的生命 怎么经得起如此折腾啊 御医还在争执不下呢 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一切都在王莽的掌控之中啊 汉平帝刚没气 王莽没有选择躲 而是来了个跑 作秀表演那是他的拿手好戏啊 他是连夜跑进了宫中 祖之御医们 一边假装对汉平帝进行急救 一边声泪俱下 其声也悲 其泪也伤 其情也真 随后 王太后对汉平帝的死 下了这样一道诏书 眉急一发气折上腻 害于言语 故不及有遗诏 汉平帝死于哮喘 这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的死因就成了一个谜 在汉平帝的葬礼上 王莽哭的那叫一个悲伤啊 一切表演结束之后 王莽马上召开了一次会议 商讨策立新皇帝 大家都知道 自从汉成帝开始 加上后面的汉哀帝 因为种种原因 都没有生下儿子 还未成年的汉平帝 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时候汉原帝都已经绝后了 因此呢 汉平帝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之后 皇帝的人选 自然得往汉宣帝的儿孙辈当中选了 此时汉宣帝还有五个孙子在世 列侯四十八人在世 按照常理来说呀 他们五个人应该是新皇帝的不二人选 可是会议一开始 王莽就来了个民主发言 各位认为汉宣帝的宣孙中 谁最适合做皇帝呀 这名义上是征求大家的意见 实际上已经把选皇帝的范围 做了规定了 新皇帝只能从汉宣帝的 玄孙当中来选 汉宣帝的孙子辈 只能哪凉快哪待着去了 这个时候啊 朝中谁都是为王莽之命而失从 所以没有人敢对王莽的话唱反调 都选择了沉默是金 选皇帝的范围确定之后 那接下来就是忧中宣忧了 汉宣帝的玄孙一共有二十三个人 按理说 如果正常PK呢 也得花费不少的时间 但是人家王莽似乎早就胸有成竹了 马上就说话了 楚王刘弃的曾孙 广岐侯刘显的儿子刘英 聪颖伶俐 天庭饱满 天生就是做皇帝的料 各位 以为如何呀 此时的刘英年仅两岁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婴儿啊 往往随即说出了 立他为皇帝的理由 这是占卜的结果 汉宣帝的玄孙当中 只有刘英的面向最为吉祥 这时候 众人找不到反对的理由 他们也都是明白人 知道有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了 没有办法改变 与其做无所谓的反抗 不如乖巧的顺从 因此他们没有再选择沉默 而是以热烈的掌声 对王莽进行了拥护 结果王莽的提议 全票通过了 此年三月 王莽立刘英为皇太子 号月如子 王莽在给刘英 安上这样不伦不类称号的同时 心里边压根就没把刘英 当皇帝来看 其实呢 他心里边在想着 怎么给自己安一个 响当当的称号 这时候 王莽的同盟孔光已经去世了 王莽就提升马公为太师 提升常乐少府平宴为大司徒 然后再提拔一些后起之秀 培养成自己的嫡系部队 也正是因为这样 朝中大臣对王莽 那都是极尽巴结奉营之能事 权陵侯刘庆首先站出来 打了一个报告 提议效仿周公辅佐向城王 让安汉公设政 泄气也不甘落后 立马也打了一个报告 说在武宫县的一个武警当中 捞上了一块很特别的白色石头 这块石头太特别了 虽然不会流眼泪 但是他却会唱歌 因为石头上面有八个字 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